大家好我是台北的小曹 我今天要来特别介绍这个501的盖子 还有502的盖子 那我今天要介绍一下他们的作用是什么 或是差别在哪边 那基本上501盖子呢跟502盖子 都是用在6000绿罐 6000系列绿罐上面 因为我们6000绿罐呢 它本身上面没有任何的绿棉 它主要的作用是过滤气体 那关于固体颗粒的部分 比如说你在使用的过程之中 会遇到固体的颗粒 大量的粉尘 那如果说你在没有绿棉的状况之下的话呢 会快速的消耗这个绿毒罐 本身的绿毒罐可能还有一些绿毒毒的效果 却因为前面大量的粉尘 遮住的部分 那这个绿毒罐可能就没有办法再使用 所以说呢这时候呢 我们就前面通常都要配一个绿棉 除非你能确保你在使用环境的时候 完全没有粉尘 否则我都会建议再加一片绿棉 那绿棉的话又分为511或5P71 那放上去之后呢 用501的盖子 把它盖上去 那它123456 它总共有6个卡榫 就这样子 放好之后 稍微对一下 不要急着压 轻轻的对准 每个都对到之后呢 来给各位看一圈 对到之后呢 就一边一边的卡 卡卡卡卡卡卡卡 卡起来 记得字是朝里面不是朝外面 好那拆要怎么拆勒 这边侧面有一个比较凸一点的耳朵部分 把它这样拨开 这样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501绿盖用的方式 接下来我要介绍502绿盖 502绿盖呢 为什么会有502绿盖这件事情 有些人会觉得说5N11或5P7只有95%的效果不够用 好那想要换这种2091或是7093的这个绿棉夹 好这绿棉夹的效果都有P100等级 那只是差别在2091呢 没有盖子 7093部分它的那个绿棉夹的部分在盖子在里面 所以它是从后面进去的 那如果你要加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也都没有问题了 好那这个是502盖子 那要如何盖起来勒 它前面有那个盖起来之前先检查 我们的那个橡皮 这个垫片的部分有没有完整 如果完整的话就可以盖起来了 记得先卡住一边 后面尾巴前面都可以 就挑一边先卡住 卡住之后再换另外一边 用力哦 盖 盖起来 好了 盖好之后呢是完全密闭的 那记得最后一件 记得记得一件事情 当你全部装完之后 装在那个房东面具的时候 一定要做负压测试 确保没有从这边漏气 好那盖好之后啊 那我们可以装上我们的7093滤棉夹 装起来就是这个样子 或是说呢装我们的2091也可以 这样就可以了 可以达到P100的防尘效果 以及有机器体的过滤 那这样子装起来跟这个比呢 当然是不是跟这个啦 跟这个啦 跟这个比起来 当然是这个效果会比较好一点 但缺点就是重量比较重 好 这就是我们那个今天讲到的这部分 再说一次哦 这是502的盖子 这是501的盖子 它们的作用有点不太一样 那再来就是有个重点 那有些人会异想天开的这样装 好装上棉 绿棉之后呢 再加上盖子 我跟各位讲说盖不起来 因为 而且器皿效果会比较差一点 因为它 那个我们这边有垫片嘛 对不对 那你垫片你就 各位看一下 你的垫片全部都压在绿棉上面 好这样盖是盖不起来的 就算真的很不幸的 让你盖起来的话呢 器皿效果也绝对没有502单独使用好 好所以说我们不要加6加加6加 好不好 那个防御率并不会变高 反而是呼吸的阻力会变大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咯 谢谢各位 好给各位参考一下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在我影片下方留言 记得看完之后不要吝啬 按个赞 好不好 我的赞只有各位数 有点可怜 谢谢各位 拜拜